所掌握 挣obi 在当心、陈语 是 成長ites 是 金牌 有 的 如 可 在 聊 做 色 容易 像是1995年男女的男女 Fitz یہ植捕 262截ündissible EC是以ила的 他必須以很多的 而且我一直以為 就是兒子形状態 他 speak 是啊 演繹 egy凌鋰肉往前 Раз学被 ils мож Egypte 在三中死亡 三中死亡 三中心亡 三中死亡 三中则的,南 Ouais 三中心亡 三 niez 都是你不以后在塞缀中研究所 在山庆西大学大学,在岑上开学 在山庆大学,在收藏三学 是一学心,他们是一学的 在山庆里有学,他们的五学 在山庆里,他们的词词中文 也有每一学的词词中文 如果要来的话,能改身的词词 MUZIEK форм人你找这些地方 证实我 在地上 你知cl什么 你知写真 管人 身舍 在这些人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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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所以你扭好哦 我只要临上了 如果要临上,自己要临上那我就要临上了 這就要临上了 所以它是乱乱串的 就像為了 成功的 但是你看到了 是你而言 所以我就知道 事實上呢 刚刚提到了愿能认识法身觉 法身跟觉性是无分别的 法身我们晓得它是佛的三身 我们应该要晓得佛自己的本觉跟佛的法身是无有差别的 我们称它法身也好 称它金刚石也好 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无生无灭的自信 它确实是不灭的 我们的觉性是不灭的 就算整个世界都坏灭了 也破坏不了我们觉性分毫 但是这当中有误跟不误的差别 如果你了误觉性的本性的话 那么它确实是不灭 犹如虚空的自信 但是如果你不了误它的本性的话 它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六道的景象 我们再来讲的是觉性广大的智慧 这个觉性广大智慧当中的智慧指的是本来智慧 本来的那个觉知 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指它一直都在 它过去如此 现在也如此 将来也一直都在的 那个本来的觉知 它恒始都是有的 这个觉知是恒始都有的 这一点是必须要认识的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就能够通达一切 怎么说呢 因为佛的一切教法 它从而来的呢 来自于佛的教言 那这个佛的教言 它谈的就是这个不灭的智慧 最终讲的就是这个不灭的本来的智慧 那这佛头的教言是更古不变的 也就是说科学家 他们试图去从佛教当中借鉴 或者试图分析佛教 试图拿佛教去适应科学 但是实际上佛教不需要去适应科学 他们越分析 越了解佛教的内涵以后 他们会发现 他们越趋近佛所说的教言 他们越趋近佛所说的真理 那佛所说的 他们所趋近的佛所说的真理 这个教言的内涵主轴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本来的智慧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说 要指指本来面目 三要当中的第一要 这个指指本来面目 指指的就是那个 本来一直都在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就像是经典里面所说的 他不能够向外寻求 而应当向内反观才能够照见的 救护主几天送宫 他讲的非常的好 他说不曾与自己相分离的新本性 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仅仅只是心事 他把它分析得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心的本性与自己 实际上是从来未曾相分离的 可是当你不认识这样的本性的时候 他就单纯只是心事而已 他不是智慧的 所以你要对心事怎么样看待呢 你应该去分析他 去观他 当你去观你的心事 去直接的照着 照见你的心事的本性的时候 你会晓得心事的本性是明空双云的 就像是密勒日巴尊者 他在道歌里面所讲的 不应该去看心 而应该去看智慧 应该要照见的是智慧 而不是随着心转 他说不见众生见佛陀 就是不要去看众生相 而是看众生的本性为佛陀 就像这个道理一样 你去直观事的本性 会晓得它是明空双云的 它是明了性的同时 它本性也是空的 如此一来 你就不会落入各种的分别当中 认为我是内道 我有别于外道 我是修行人 别人不是修行人 我是旧派 他是新派 如何如何 这样子的分别念 就是完全是随着心事而转 而不随智慧转的一种标志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内反观 而知道是心事的本性 然后就能够 能够去觉知那个 了知心事的 觉它的本体 这样子的话就掌握住新的本性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安住在当下的 不换散的安住在当下的心 这个就是所谓了知发生跟决心 无别的禅修 这一家人 在当下的五百年 当下的年后 已经忘了要是 在当下的 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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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再再往上走就走 她不能再走 她能把我走 把自己 vertical 把自己的距禁 把自己的距禁 當作是在一起 把自己的距禁 讓我們去做一些脖子 把自己的距禁 把自己的距禁 用那個的,把自己的距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猛竹 车猛来干嘛 猛竹 来说 猛竹我家子 猛竹我家子 我家子 猛竹都化出水 猛竹 猛之下 你么了 你么 Felipe 你么哄 你 told 我家子 有甚至 他有什么 你办 我 但是他们说是那么滴的 是那么难的 那么滴... 这很难的 pessoal 是说得像根本的白色 存在里面 所以两位印象 900字 väl的 你出来得到 到这里 你出来的 不是 叫我就可以 身体保险 这些社长的这种人 这些社长的雷沙 他当作为了个人的社长 查读过一个人来说 这些社长的大雷沙 他想了 他想了 是不咱们 学校的学生 怕炸的派出之后 社长能够 空出这些人 不够能够 社长的地域 这些空的老公说的 人家里面的 你不得了,就是枯杨西。 他在这方面,还在那里, 这样子也不得了。 这个山洋国, 这种构杨的山洋来的, 那样子的山洋来的, 这种构杨子的山洋来的, 这种构杨子的山洋来的。 这个山洋来的山洋来的。 那这种构杨里面的山洋来的。 这个山洋来的山洋来的。 这个山洋来的山洋来的。 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禅修、石修, 但是到底他的禅修跟实修是否合乎标准 是否有用 完全取决于他遇到静的时候的表现 他遇到恶缘的时候 他如何应对了 而不是在平常煞有介事的修持 就像是连华生大师曾经讲过的 就是遇到恶缘的时候才知道是不是修行人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当遇到违缘逆境 特别是遇到怨敌的时候 他就是考验我们 或者是帮助我们增上见解的最好的时机 遇到敌人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增上你的见解 才能够晓得自己的实修是否有用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对敌人的态度 基本上会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认识对象 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从解脱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是认识他 第二个是转为道用 第三个呢 是契入光明 这是三个阶段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 以这三个阶段来实修的话 我们会先认识他 没错 但是我们会认识他是敌人 我们认识他是 我所不喜欢的人 这个人我不喜欢因为他如何如何 我不喜欢他 然后再来 我们不能够把他转为道用的话 就会卡在 会陷在你对这个人的觉知 对这个人的感受上面 你会开始体验对他的种种的判断 他是如何如何 你有一种想法 两种想法 三种想法 不断地就延伸下去 当你缺乏正知正念的时候 你就开始对他产生像的执着 你就确定 这一个人 他真正就是我的敌人 他就是跟我作对 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以前面从开始认识到 强化你的感受 到缺乏正知正念 而落入像的执着 之后你就开始造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了知者 他并不是觉 他是事 你是用心 你是被心 是随着事而转的 你是随着事而造业的 虽然我们说烦恼跟智慧 它是并行的 它是并存的 可是解脱的方式是要讲究的 就是如何在烦恼的当下 能够解脱 能够认识烦恼而转为道用的 首先也是先认识 当以称心为例好了 当你称心升起的时候 你先认识到 哦 称心升起了 称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称心的本来面目是本来的智慧 就是内心的真实的上师 它就是所谓的广大决心智慧 你晓得称心的本来的自信 就是内在上师 就是广大决心智慧 如此一来 就能够直视它的本性 而不被它的 不被它有向的称 或者称而转 那么 也就不会随着外进 不会随着自己的心而转的时候 就不会落入造业的 这一个循环当中 否则的话 我们心随着事的作用而转 那么最后就产生了 自向的称而造业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纠纷 都来自于随着这些烦恼而转 包括了忌妒 包括了称心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总是随着称心忌妒 你的烦恼随着心事而转的话 你的实修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所以应该要晓得 仇敌也好 称心也好 尤其称心是最重要 最真正的仇敌 你应该去感谢他 你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因为他 这仇敌 他引发了你的称心 由于引发你的称心 你能够见到称心的本性 所以你能够见到这个 本来广大的智慧 所以应该要晓得说 原来称心 他对我的恩德是不可限量的 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仇敌对我来讲 是非常的有恩惠的 他的恩惠难以报答的 应该要这样子去看待外境 看待外缘 这个才是真正的实修 我看待在这个仇敌 那就做了 我再看待 他就做了 他就做了 他的货带 gan 他之间 他不接近 对他 人在不会 都在这儿 那么 对他 就 怎么 是 机会 prac 于 这些人到底,因为这些人都没有信任 他没有学习,他没有学习,他没有学习 这样的,这个人是学习的 他把学习都没有学习,没有学习 文化学习是一个学习,学习都没有学习 学习都没有学习,学习都没有学习 学习都没有学习,他没有学习 罗里约花小 先知由ソン会 只能提出什么 我给用一个名字 当手提醒 当人们提醒 当人提醒 乔当人提醒 反应为能提醒 由于只能提醒 我用这个 当人们提醒 商量申请 当人提醒 商量申请 商量申请 当人提醒 商量申请 商量申请 在西朗诺里面就没有人认识 这些人继续得了 没法治疗工作的人就没有了 人家在外面上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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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提到诚心 就像是 我们可以说万象都是来自烦恼的 比方说地狱就是来自称心的自相 而一切事件都是来自于称心 基督心等烦恼所造就的 这时候你应该去观 三界众生的称跟自己的称 其实没有两样 它是同一回事 三界众生的称它的体性 跟自己的称的体性都是一 它在我们心的本性当中是唯一的 没有二可言 当你晓得了这一点以后 晓得说 哦,这个是仇敌 好,它是仇敌 那我对它称声称 那称的本性是什么? 它的称跟我的称的本性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称的本性实际上是决性面目的 这个时候称它的作用就 当然无存了 然后你的微笑又可以再回来了 所以当生起称的时候 要直指称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直视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去禅观称的本身 大恩上师任不切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比起做其他的禅修 修一年的功夫 还不如一次针对性的对称去做观修 对称的观修 它的重要性远胜于一年的长期禅修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观这个称心献起的时候 对于密宗的行者来讲 特别是大恩上的行者来说 称心烦恼不是问题 他献起的时候其实是契机 一次一次的称心献起的时候 一次一次的可以去观他的本性的 所以像我也是会称心称心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去把它转为道用 就有机会去把它转化成为自己的妙药 如此一来,我们就无所畏惧了 所谓的无有畏惧的安忍 就是这个样子 他能够在了知实相本性的情况之下 对于一切无所畏 无有所畏惧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广大的决心智慧 这个广大的决心智慧 需要烦恼分别念的柴火去燃烧它 一次一次的有烦恼分别念 一次一次的反观的时候 能够使我们的烦恼得以转化为 本来广大的决心智慧 你需要有这样子的念头 升起的时候去指示它 然后它能够转化为广大的决心智慧 如此一来,我们能够做到 转苦为乐 转逆缘为助半 但修持是要这样子去做的 嗯 这个人没有人说的这个话的 那他没有人说 对于他打开社区 他打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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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也不在那些人 但在这些人 有些人的内閉 有很多人 跟人的社会 或者看人家的炩饰 就是 许多加者会 和人家会 有用的 禁止 没关系 这是一个人 不要 川普 沙子 他 都 有 已经攀调的联系搞不好 参与没关olate酒来得纳满酒 gor后供港和尴ив的 transf Altern 问题 수�现有用 在拼击 spans到 gebull那么龍 在鸟井上边对黄滼葵流译 는데요不就照rand 可以了在补扜如果销店 就 común出使回伊亚 在优化中央复平 饰是在没关离在 在 stip Olympics 好多麒麒麟 asc Estado 但是 SPE avenues它也不断 我們在试 我們很容易 我們很容易 那它有很多煞車的車都不開 那它附影 下了一天 有很多煞車都不開 那我沒有一點 那它就最好的都在這裡 那些電鍵都不開 那些電鍵都是鋒地 那些那個電鍵都被開 那些電鍵都說了 但是 那坨맛本心 這樣看著我們 20米點 這裡都不是用來 所以 если мы не можем приказывать их воружение, то мы не можем.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мы не искали, то мы не искали, то есть мы не искали.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все. 所以刚刚讲到了 直指本来面目者乃第一药 以上所讲的主要是见解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 那见解就这样子就知道了 是不是就万事大吉 就一了白了了 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认识 但并没有真正的了悟的话 那么心事就是心事 你还是不能够直辞 本来与你不曾分离的心的本性的 你还是随着心事转 而不是安住在心性当中的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什么 你还是要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要去信授业利因果 你要去培养慈心跟悲心 如果不能够信授业利因果 你只是自己强害自己 自己给自己带来困扰而已 就像是《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说的 称心能摧毁 千节所积聚之福德 应该要了解称心它的过化 你如果不能够 不能够真正的去正视你的称心的话 而不能够晓得业利因果的道理的话 你最后仍然是会困在 困在烦恼所造成的 这些祸根 这些后患当中的 生生世世以来 我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之所以在过去的 生生世世当中 能够转世在 暂时人天善去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慈心跟悲心 如果有慈心跟悲心 将来仍然能够转生在上三岛 乃至于有慈心跟悲心 了无无我的话 将来也能够成就佛果的 所以并不是说 只是对于见地有所认识 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你必须要有慈悲心 要有业利因果的观念 去不断地巩固它 去辅助它 就像是朋友之间交往 有时候能够交往 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有时候就反目成仇 就可能 为以为济难之余 可能就是刀剑相像 像这样子的情况是为何呢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缺乏了爱 缺乏了慈爱心的缘故 所以能够巩固这个友谊的是什么 巩固友谊的就是慈爱心 那一切善业的根本 善业的根本也是慈爱心 如果你缺乏了慈爱心的话 那最终造就地狱的 就是缺乏慈爱心的称心 称心自相的展现 就是地狱象 这一点是逃不了的 就像是有了种子 必然在条件、因缘都成熟的情况之下 必然会开放出花朵一样 就像是修罗道的 修罗道它的本性 就是基督 基督心的自相 转现为非天阿修罗 是这个样子的道理的 同样的我们的心 这个粗大的烦恼之外 它的底层则有细微的烦恼 这些烦恼也是会影响我们的 所谓的细微烦恼 比方说 细微的贪心 实际上就是对于果的吸求心 细微的称心 它实际上就是对于果的优惧心 吸忧 就是吸求跟优惧 这两者就是贪嗔的细微的面向 这也是要加以转化 加以看 加以去指示他的面目 而不随他转的 那么就是如同 如同伟大的班子大拿若巴尊者 他曾经讲过的 他说 修行者并不畏惧有分别念 因为分别念就像刚刚所说的柴火 分别念越是旺盛 它越能够焚烧出智慧的火焰 所以随着分别念越强 你越懂得处理这个旺盐的话 你越能够转分别妄念为智慧 如此一来分别念就是住缘而非阻力 请大家休息三十分钟 大奏祈祈祈祢 奉送人多谢 希望各位多收看 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呢 四 三 相 未 触发 这个叫做一个十八戒 六处 六根 六式 那我们平常过生活者也好 修行者也好 圣者也好 几乎都是依靠着六根所产生的六式去享用六处 依靠着没有问题的六根 没有过坏的六根 所产生的六式 六式所看到的对境六处 五坏六根所取义 这个六根是不可能看到对境的 这个取的意思是所看到的意思 六根能不能取义 不可能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依靠着五坏的六根所产生的六式 他们各个所看到的六处 他的取义 亦代表是他所看到的对境 即是世间时所知 这些的都是我们 世间人也能够理解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穿衣服 喝茶 吃饭 睡觉 做任何的工作 种子 苗羊 古类 水果等等 这些的都是一个世界人也知道 对不对 他们所看到的 唯有颠倒的对境 其实世间之所知 这些都是一个世界人也可以看到的 唯有世间离为实 这种的相对我们世界人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实 实代表是一个真世俗的意思 前面加了一个唯为什么 它排除了相对顺者 只是我们相对凡夫俗子来讲 唯一的就是一个真世俗 云及世间离为道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的都是云就是生下的 其世间离为道 就是安立为世界的导世俗 相对世界来讲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导世俗 那导世俗真世俗 先我们这个阶段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山 水 大地 这些都是一个真世俗 不是一般 相对我们凡夫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真世俗 所吃 所传 所住 这些都是一个相对我们凡夫来讲的话 真世俗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也是不被任何的临时的因缘 所污染的根式 所产生经济的事 所看到的对境 这是他们所看到的对象 相对世界来讲的话 一个真实的 那相对世界来讲导是什么呢 梦境 梦里所看到的对境 梦境 远远的看海边的沙滩 有的时候就显现出下雨 闪闪的这种的一个下雨的这种的一个水的成分显现出来 对境上面 阳光跟沙滩的对照起来的时候 也是就错误了 这个也是叫做导是数 相对世界来讲导是数 那某树诗变出来的细法 就是叫做一个世界的导师 你看某树诗变出来的细法 这个是真的吗 你相不相信 不相信吗 也是看到这